我相信羅庭偉委員昨天在程序委員會之所以選擇棄權 他真的是受到民意對他的聲聲呼喚 但沒有想到經過一個晚上也許是受了國民黨內部很大更大的壓力 最終還是被黨的要求、黨的束縛給壓垮了 我認為他現在又千錯萬錯都是民進黨的錯 然後居然把他昨天的決定錯誤來自於民進黨 我覺得這樣的說法都是自己沒有辦法承擔 然後又把責任甩鍋給其他陣營 這是非常不負責任 我也認為作為一個政治工作者這樣的說法是欠缺成熟 作為一個民選的立委 對自己的政策表態、意見表達 都要負起最終的責任